谈恋爱多久了 有半年了 哦 才半年啊 对 今天谁要来啊 是我要求过来了 哎呦呦 你要求过来干嘛呀 这段时间我们老是出现各种问题 也老是吵架 矛盾也不断 然后呢 我和大家也谈过 但是他这人脾气比较倔 听不进去 想来节目 然后看一下情感专家给的建议 说说吧 怎么了 就好比我们在一起之后 过的第一次非常重要的节日 是我们的恋爱百天日 那天也正好是七夕 中国传统节日 关键是他什么也没有准备 我就觉得他特别对我不上心 我不是说没有准备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七夕嘛 我们刚好一百天 真的是一百天 对 然后呢 他特别在意这个 然后是我也挺在意这个日子 一百天了嘛 我说纪念 然后是那天 就是都知道七夕节 就要回家陪女朋友干啥的 我们领导当成天就说了 今天工作完再走 要不然谁也不能走 你工作 男人应该下班再走嘛 对 但是他着急你知道 他性子特别急 不是 因为平常他下午 他工作的时候下午时间比较自由 那天他没告诉我讲 说他领导要求他加班 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说买树花吧 我们楼下刚好有个花店 我说就买了一树花 买了树花写了个贺卡 我说赶紧送过去 先有个花 然后是到晚上的时候 我们在一块吃个饭干啥 惊喜都在晚上嘛 送花的打他电话打不通 一直就打不通 早上九点一直打到中午一点多 那我手机不是没电了吗 而且再说 哪有男朋友送女朋友花 快递过来的呀 而且还没个贺卡 我真走不开 就是因为怕他性子着急啊 抱怨干啥 我说先送个花过去 我用心 结果人家送不到 他就一直抱怨这事 到晚上吃饭那会儿 又是人家女朋友 男朋友怎么怎么地 女朋友收到什么什么 我说 咱白天不是有事了吗 送了个花 晚上咱一块吃饭 结果那个饭也没吃好 不欢而散 闹了半天 一直说一直说 就这事儿 就这事儿